喂喂 媽咪妳好嗎 妳可以妳怎麼可以這麼快就離開我們 我叫張鈺佳然後公司人都叫我凱希 我是凡娜然後我的工作是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兼職是YouTuber 我叫Eddie然後我現在在做漢堡 汉車的那種 對 媽媽然後跟奶奶舅舅還有爺爺 有我爸我姐還有過世的我媽 媽媽姊姊我妹妹還有小子女爸爸 對 十三十四年前 她生病一陣子然後又回去工作然後就惡化了 大概一百多天了 七年七八年前吧 就我剛上大學快上大學的時候 我印象中每幾個禮拜 然後就因為就是可能都從希望衰竭或怎麼樣 就很快就走了這樣 她就是一個很能幹的女工作狂 所以就是我也覺得我跟她很相 就是看著她一直工作 然後我現在就覺得 喔我不能讓我爸很累我也要一直工作 她喜歡我幫她按摩 對所以她都會她就說 欸蘇滴可以熱來幫我抓冷一下 就是按摩的意思 對對對 可是現在沒辦法了 現在就 爸爸就離開了嘛 她之前在的時候還在的時候 就是她在家裡可能都會 蠻常碎碎念的 然後現在想起來就覺得 蠻懷念的 因為她是從山東來的 所以她的腔調就會有山東腔 欸你們此番沒啊這樣 就類似這種 蠻懷念她在家裡講話的那個聲音 對對對 就是我們國中那個時候的樣子 嗯 爸爸坐在椅子上 然後補習回家就看到 我媽可能還在切水果啊洗碗啊 我媽對我說 回來啦趕快去洗澡 你也通常都會坐在客廳 所以你回來啦什麼的 然後 然後 叫我們去吃飯 說好 然後走去樓上 然後把東西放著 洗手 然後就下來跟大家一起吃飯 我想要說的是 就是 你真的要把我當下 舒玉婷你好好珍惜 爸爸 還在你身邊的時候 不管他們說什麼 就去做 不要這麼的 講不聽 嗯 這個畫面要 一直好好的記住 我以為 叫你啊 我以為 叫你啊 啊 喂 喂 喂 媽 你怎麼了 喂 叔弟 喂 爸爸 你在幹嘛 你 你 你好嗎 你在那邊好嗎 媽咪你好嗎 希望你一天都好 阿公 阿公 你 你身體應該不痛了對不對 你 你可以 你怎麼可以這麼快就離開我們 我 我 我真的很想你 然後 然後我 我要跟你說 就是我們現在 家人都 過得很好 所以 你不要擔心 我記得 我記得 我要考大學的時候 我一直沒有跟你講 就是 我要考大學 當初我決定 要 想要 考 戲劇系的時候 然後 所有的家人都反對我 然後 只有你 只有你 唯一跟你說的時候 就是 你是 非常開心 然後 就是完全 沒有帶任何 責備的眼神 然後跟我說 很好 然後叫我繼續加油 所以 我一直沒有跟你講 就是我很 謝謝你 讓我可以 繼續走在這條路上面 爸爸很好 姐姐也很好 姐姐找到老公了 很幸福 我也很好 所以 希望 你要很好 還是覺得 偶爾會突然想到 可能一天 說了什麼 要做了什麼 或者是 就是 你以前 帶給我的影響 對 然後 有時候 看到別人 就是可能 對自己的 媽媽 或者是父母 沒有很客氣 或什麼的 我就很生氣 我就覺得 至少你們都 還有這個人 可以去 說話 然後 而不是 而不是像我們 只能 睡覺前 在心裡想 或是 有時候 就 對著天空 吶喊說 為什麼 要把他帶走 嗯 你知道媽媽很想你 還有許元恩也很想你 每天都在那邊問阿公呢 阿公是不是去當神明了 阿公去當神明 為什麼要去當神明啊 我就跟他說 因為阿公要保護我們 你可以不要保護我們嗎 你可以讓我保護你就好了 阿公 真的 很謝謝你 然後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可以在天堂 相聚 然後 看你喜歡 在一起看你喜歡的金句 你講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愛你 不管在哪個世界 就覺得 我們都還是 相連在一起的 然後 很很想念你啊 所以 就是 我們也會 繼續好好的 努力生活 然後照顧爸爸 然後 就是把你交給我們的 一切好的地方 都繼續的 就是延續下去 然後 不管你什麼時候看到我們 都可以覺得很驕傲 你在那邊應該還不錯啦 媽媽啊 姐姐啊 妹妹啊 我都會好好顧他們 不管未來 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好好顧他們 妳要記得回來喔 回來看看我們 看看 妹妹啊 看我們過得好不好 如果有需要什麼 妳得跟我們說 以後啊 我們還會再見面嗎 反正就先這樣子 拜拜 拜拜 再見 真的一定要把握我當下 對 要珍惜 除了爸媽任何的家人朋友都是 我覺得我們真的太常覺得 我們發生的事情或是現在的狀況 太稀鬆平常了 然後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雖然知道說要把握當下 可是真的太難做到 這個世界太多變化了 你也不知道下一秒或明天會發生的事情 家人的陪伴還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想說的 媽咪啊那個 我很愛你 你一直都 一個很大的位置在這裡 一直沒有人可以去帶的 爸爸 你一定要好好的在那邊 守護著我們 爸爸我好愛你 這上個字我從來沒有跟你說過 因為 當下的我說不出口 但是 我會把 愛你的 那一份 雙倍的愛媽媽 我愛你們 我真的很愛你們 然後也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在我的生命當中 謝謝 啦 把下擂 rite 幫他 拍拖 一點 ā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